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之中 两个母体平均数的差的比较的假设简定 那么在这个单元我们介绍的是独立大样本 首先我们先介绍的是 这是第一个母体 那它的母体平均数叫做μ1 它的母体变异数叫做sigma1的平方 那么第二个母体μ2 这是母体的平均数 这是母体的变异数 那么我们想要了解的是说 这个μ1跟这个μ2会不会一样呢 我们想要知道两个母体平均数的差 到底是等于多少 是不是零呢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是利用的是一个抽样的方法 我们各自从里面抽出了一组样本 那么这个样本 这边有统计量 这是样本平均数 样本变异数 样本数 一样的第二个样本 第二个样本 样本平均数 样本变异数 以及样本数 我们如何要利用这两个资料 去了解母体的状况 那么我们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条件 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 这是期望值 两个母体之间的差 这是样本的 样本平均数的差 基本上是等于母体平均数的差 这个是我们可以证明的结果 直接利用的是线性的关系 直接拉开出来 第二个比较重要了 第二个是 这是差 这是样本的平均数的差 我们可以把它拉开来 这负号移到前面去就会变正了 于是这是两个变异数的相加 那么我们把它算出来 这个抽样分配 它的变异数是 N1分之Sigma1的平方 N2Sigma2的平方 那么我们也要了解 这叫变异数 我们常常用的标准差 就是利用这个来开一个平方根 所得到的 那么我们的基本资料 已经了解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的是下一步 我们在假设减定期之前 我们先做一个准备 先要了解一下 假设是两个母体的变异数 已经知道了 这是两个 这个是一抽样分配的 这个母体的变异数的差 那么这个Sigma 假设已经都知道了 那么就是直接带进去 就是我们前面所用到的 刚刚所导出来的结果 第二种情况 假设两个母体的变异数 不知道 那么不知道怎么办呢 没有关系 我们用Sigma1 把它用什么来取代呢 S1 就是我们的样本的变异数 第二个 样本变异数 S取代Sigma 这是我们的原则 假设是不知道第三种状况 这个第三个状况的话呢 是我们在大样本上面 比较少用的 但是它会比较准确 我们确认 它是相等 那么我们知道 S1跟S2是相等的 我们就直接写S 至于说这个S 我们就可以把它提到前面去 那么这个S到底用S1的呢 还是用S2的呢 我们都不是 我们采用的是一个混合的一个S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加权的一个做法 那么怎么做呢 这叫做S pool的 Pool的话呢 是指的是它的加权的做法 来我们看看SP怎么做的 那我们必须要了解S1是怎么形成的 S1的平方 这个地方要减掉的是N1减1 我们的样本数 要在分母要减一个1 理由是因为它 这个地方减1的原因是要 它的不偏估计量的关系 我们要有不偏的状况 所以这边要降1 这个也一样 样本数要减1 放在分母 好 那么我们告诉各位同学 如何去算SP呢 SP的话 就是这两个相加 然后上面的话呢 是因为它占有的是N1减1的部分 这是N2减1的部分 我们采用一个加权的方式去处理 那么这样子算出来的话呢 会比较精准一点 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个 两个母体平均数的比较的减定问题 现在一个问题就是双盲研究 双盲研究的指的是说 我们在临床试验之中 我们想要知道说 某一种药是不是有效 那么我们不希望因为心理的因素 造成的一些结果的偏差 那么我们就不要告诉病人 他用的是什么药 他用的是实验用的药呢 还是完全没有药效的安慰剂 那么双盲指的是 我们就是接触病人的工作人员 以及病人本身来说 都是不知道的 他们也不知道 他们用的药是什么 那么我们现在 进行的是一个双盲研究 就是说 有200个人是用的是新药 另外160个人给他安慰剂 那么我们用0到20分来记录 病人的改善的状况 于是我们得到的这200个人的平均数是8.7 这个安慰剂完全没有药效 可是因为心理的因素 好像也不错 有5.6分 那么各自的标准差 我们算出来的结果 2.4跟1.7 好 那么我们想要知道的说 在这个显著水准 α是0.05的前提之下 我们想简定 μ1跟μ2是不是一样 这是1 就是2 那么首先我要跟各位同学说的是 假设μ1跟μ2是一样的 那代表的是说 这个药跟安慰剂没两样 那么这个药 当然就不应该要让它 有机会再上市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的做法是怎么做的 首先我们建立虚无假设 H0 μ1跟μ2是相等的 先接受它相等 那么对立假设 H1 这个是μ1跟μ2不一样 那么建立完了以后 我们就把统计量算出来 统计量列出来是什么呢 两个N都是大的 大样本 那当然是用Z Z等于 这个 这是什么呢 这个相当于就是单母体样本一样 只是说我们把它换成的是两个X 这是X 这是混合之后的标准X 好 那现在这个标准X 我们先要先了解的是说 我们这两个的母体的变异数 知不知道呢 不知道 既然不知道 我们就用的是S 来取代Sigma 那么现在再来看 这个μ1 简单叫μ2 这是什么 这是母体的差 基本上我们相信了 先接受的是 虚无假设 μ1是μ2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0 好 我们把它写下来 这个算是 我们就将我们的 现在目前的资料 带进去 前面X18是8.7 后面5.6 那么各自的N在底下 各自的标准差的平方 就是变异数 好 我们算出来的结果 看看是多少 上面是3.1 下面是0.2165 那这个地方 同学要按一下计算机 这样等于多少呢 14.31 那么各位同学 我们在做单母体的 假设检定 都应该很清楚了 在Z的情况之下 α是0.05 双尾 那么我们的Z值 是1.96 是常常用到的 他们这个数字 已经远远的超过1.96 所以 我们的结论是 显著 既然是显著 就是说 我们是拒绝H0 而我们接受的是H1 所以这个药 有没有效呢 我们认为 它跟安慰剂不一样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拒绝H0 就是接受了H1 那么 暂时来说 这个实验用药 以这个双毛研究来说的话 是不同于安慰剂的 现在我们再来做一个题目 这也是一个比较的 比较的问题是说 去年自来水厂 取了85组样本 今年 我们抽了 110组 然后我们来看看 它的 绿的一个含量 我们发现 好像看起来含量 没有差很多嘛 那么我们要用 α是0.05来检定 色是不是有所差别 我们不要看这个字面上面 好像看起来差不多 其实情况 很难说 因为这个样本数大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差一点 就差很多 但是到底是 有没有差很多呢 还是要用检验的方式 检定的方式来去做 好 现在我们来开始 来写出它的 虚无假设 这是相信它 等于0 再来就是 不等于0 那现在我们看看 下一个就是 把我们的统计量 z写出来 这个是一样的 这个我们跟前面的题目一样 这个地方当然 还是要先为0 要把数字给带进去 前面是18.2 后面是7.9 各自的标准差都列出来 还有我们各自的样本数 好 我们算算看 这个题目 当然我们的临界值的z 还是一样是正负1.96 我们来看看它的值 到底有没有在1.96之上 上面是0.3 下面是0.2154 1.39 有没有超过1.96呢 没有 既然没有 就是代表的是 表面上看起来有差 其实 差距还没有够明显 既然不够明显 结论不写住 就代表的是 μ1-μ2 我们是接受了它了 所以我们无法去拒绝H0 也就是说 这个 它在1.96之下 我们是没办法去拒绝它的 就是结论不显著 我们这个单元介绍的是 两个大样本的独立母体的平均数的比较 那么原则上 像这类型的题目 是很常见的 都是以常态分配来检定 那么我们的做法 就是利用那个统计量z 其实把这个一个变数 改成了两个这个变数的相差就对了 其实都完全一样的 那么 要注意的是说 这都是大样本 即使是说 我们的s取代了sigma 我们一样是使用的是z分配 我们的s取代了 我们的s取代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